广西杨硕的西街被称为地球村 很多外国人常住于此 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在美丽的玉龙河畔的旧县村 外国朋友伊恩·汉姆林顿 穿着志愿服务者红背心 每天都和村民们一起积极地到监测点职守 张贴公告和分发宣传单 称为桂林山水间 疫情防控一线最阳最暖的红背心 伊恩·汉姆林顿来自南非 十年前就来到杨硕 玉龙河景区边的旧县村 开民宿酒店 秘密花园酒店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 景区范围酒店全部暂停营业 为打赢新冠病毒疫情防控阻击站 杨硕 白沙镇各村纷纷成立 联防联控志愿服务队 在得知消息时 这位杨老板果断报了名 积极加入到了 旧县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里边 早上七点钟 满头金发身躯矫健的伊恩·汉姆林顿 跟往日一样 从秘密花园酒店出发 与几位都身着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红背心的志愿者拉着移动小音箱 开始走村串户 进行疫情防控 广播宣传 与当地村民进行轮值 按时到旧县村委的黄土村 检测岗进行职守 他熟练地伸出手臂 拦住入村的小车 用礼貌的普通话让司机配合测量体温 并将检测结果报给登记人员 一天下来这个动作 伊恩·汉姆林顿得做出上百遍 我觉得中国阳寿是我自己的家 天天在这里我很舒服 我一点都不怕 为了大家的安全 我们大家都是天天去路口 量一下人的体温 看一下谁去进来 中午交完班 伊恩·汉姆林顿 说他现在要回旧县村的家做木工 他要在家里为他的爸爸妈妈 另外装修个房间 待到疫情过后 春暖花开始 想尽早把在英国的父母 接到中国团聚 希望能快点把这个问题都解决好 希望我自己家里人 我爸爸妈妈从英国 能快点再来养手 据了解 今年春节以来 为打赢新冠病毒疫情防控阻击站 杨硕县 白沙镇 各村委 共成立了近百个联防联控志愿服务队 外来人员及车辆 一律严格管控 自从这个疫情发生以后 我们就称 川普进行印证的排查 争取做到 不露一副 不露一人 毛疯子 教育我们这个防控的工作当中 我们村民更有信心 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阻击仗 采访中 来自美国 印度 比利时 及德国的 在桂林阳朔开店的外国老板 纷纷表示 中国政府对疫情快速反应 及时公开发布疫情信息 采取有利措施 做好疫情防护 积极救治患者 现在被自己周围的人照顾得很好 让他们这些生活在阳朔的外国人 感到很安全 也很放心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